我本來以為Photoshop CS2沒有中文版 後來發現我找到了 我就是在網路上搜尋Photoship中文 就這樣子 然後搜尋的時候第一筆我就點進去 Adobe官方免費版Photoshop CS2 然後這個網站就有講到 官方組程式在這裡 然後官方中文化在這裡 非官方中文化在這裡 那你到底要下載哪一個中文化呢 它下面有說 由於Photoshop CS2是32位元的版本 那因為現在電腦從Win7之後都是64位元的版本預設 所以路徑會在這個地方 那若使用官方中文版中文化程式 因中文化預設路徑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會造成中文化的失敗 建議使用非官方中文版程式下載 好吧 那 然後並指定安裝路徑為這個底下 好 那我們就實際的下載一次啊 下載 點止下載 下載 我剛才已經下載過了 所以就這個程式 下載完畢之後呢 我要去質詢他 那怎麼質詢呢 先等一下 如果你們沒有 如果你們沒有找到這個網站的話 我這邊有做一個超連結的段 董網址在這裡 這一個 goo.gl-dw7uqr 小寫的全部都小寫 這個檔網址 你把它輸入在網址列的時候 按Enter 它就會自動跳來這一頁 OK 這個檔網址 放大一點 goo.gl-dw7uqr OK 好 那 現在開始安裝囉 那安裝的時候呢 我先把那個檔案叫出來 我把它存在 這個地方 Photoshop教學 好這個 Photoshop CS2 中文化程式把它點開 點開之後按執行 好 按下一步 Next 好這個地方 它預設跑到D槽 不對喔 那你要自己去選 我們就選 Brows 瀏覽 點一下 預設Photoshop CS2 是裝在C槽 我是Win7 所以 是 32圍的程式都會放在x86這個資料夾 就是Program Files x86 把它點開 如果你是XP的話 不會有兩個Program Files Win7 64位元的電腦才會有 然後再去選Adobe 第一個AM Adobe 然後去選 Adobe Photoshop CS2 點開 然後再去選required required 一定要到required 點這個required 然後按確定 好 就是這個路徑 你先把它複製起來 等一下會用到 複製起來 好 開始 很快結束了 OK 好 這時候呢 你去檢查一下那個路徑下 點開始 然後在這個地方貼上剛剛的那個路徑 然後呢 按一下 Enter 鍵盤的Enter 它就會跳到這個路徑下面 資料夾裡頭 然後你要看一下 用修改 日期的排列方式看一下 這邊有 好 uninstall.ini 最後一個最新的檔案 uninstall.ini 然後日期跟時間 就是你剛剛安裝完的日期跟時間 如果這個檔案沒有跑出來的話 那表示 你的安裝過程 沒有成功 沒有成功 中文就跑不出來 好 那最近的這個檔案已經跑出來了 uninstall.ini跑出來了 那如果沒有的話呢 你就再去執行 它裡面的這個 Photoshop PS2 Chinese Transitional Setup 這個CHT就是 中文翻體的縮寫 然後再把它點開 假設你安裝失敗的話 什麼叫安裝失敗呢 就是你Photoshop CS2打開還是英文版就叫安裝失敗 那如果你正安裝失敗就再按這個按鍵再裝一次 然後確認一下這邊有沒有跑出這個uninstall.ini 來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 最接近現在目前時間的檔案 有的話呢你再去看你的Photoshop 我的Photoshop CS2 點開 你看版本9.0有沒有 它寫中文 就代表它是中文了 你看 都變中文了 都變中文了 那 那 因為剛剛之前教的是英文版嘛 那其實圖示不變 所以功能都沒有變 它只把它中文化而已 那有 之前有教到一個 把圖片加邊框嘛 就是 Canvas size 就是影像裡面的 版面尺寸 版面尺寸 好 那這個就是 Photoshop CS2版本把它中文化的方法 對 來 說 我們 跟 個